大量的水被抽进池里进行水质改善 这里是金融市田疗河利坚处理设施 在下水道建制完成前 金融市环保局方面以核酸解流方式 将民生污水导入利坚处理设施 经过维生物处理方式分解污染物 改善田疗河水质不再出现臭味 目前我们金融市的污水下水道的系统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接管 虽然我们的接管率在非六度 已经是明年的前茅 不过水质的问题我们认为 还是需要进一步来加强跟努力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流域 这个金融港周边地区全流域的一个整治计划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田疗河旁边 有一个地下的利坚处理厂 就是希望完成之后 要来改善我们田疗河周边的一个水质 那也能够让田疗河过去到夏天 因为这个天气炎热产生这一个微生物 等等有这个恶气的这种情形 那很高兴田疗河的这个利坚处理厂 目前已经完工正在试水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也来看一看 整个一个试水运作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这个也是我接任之前 送给我们金融市民一个很重要污水整治的一部分 除了田疗河包括续川河及蓝龙河 也都陆续新建并完成利坚处理设施 至于西定河部分 则规划在114年开始进行水环境改善工程 向降低家户市场及生活杂污水排入河中的影响 当然这没有办法一触可及 因为基隆是一个发展很早老旧的一个城市 也有这么多条主要河川经过 所以今天除了田疗河之外呢 在我们的续川河同样也有一个利坚处理厂 也已经完工 另外就是在南农河也有一个利坚处理厂 正在进行施工 那我们希望能够这些利坚处理厂都完成之后呢 可以大幅降低我们家户排到 这些主要河川里面的一些污染源 那也可以让这些田疗河去川河 西定河的河水更加的一个干净 也能够让周边的居家的环境 能够大幅的改善 金融市环保局方面表示 田疗河立坚处理设施完成后 上方井湾工程预计年底前动工 工期六个月 除了改善水值也提供市民与游客 一处绿意盎然的休息场所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